蛋塔烤得金黄酥脆 香味扑鼻而来 店里员工忙到手不敢停 因为一旦开卖 大家都冲着蛋塔来 不过接下来要吃 得等三个礼拜后 门口放着告示牌 写下5月20号到6月10号 要电休21天 原因是要让员工回想探亲 也不可思议在台湾社会 通常不会这样子 这么体恤员工吧 让员工放假 他自己也可以休假 然后重新整理店面 不是很好吗 超佛心的福利 让民众大赞 根本幸福企业 知乎如果自己是底下员工 也会很感谢老板 庶民小吃小本经营 体恤辛苦的员工还有他 一个可以帮我填完再离开 边沾粉边装带 大排长龙的客人 店员手没停过 脆皮鲜奶甜甜圈 月修8到14天不加班 每个月还可以连修三天 好老板 我觉得老板蛮好的 嫌疏机店忍受高温 油炸相关的餐饮小吃店 每天工作闷热 又得占一整天 为了让大家好好休息 平均月修15天 福利部分 每个月排满100个小时 还有机会抽手机 薪资其实像假日都会加成 小吃摊贩客人一多 最辛苦的募过于第一线员工 充分休息缓解疲劳 残忍让生意走的长长久久 下期新闻 李文盛上外台北 最放不倒